哈囉大家好,我是藍波 現在有多少音樂是你會邊聽歌邊看歌詞的呢? 仔細想想,現在能讓人願意邊看歌詞邊聽音樂的歌曲 真的不多了 現代音樂多數是以洗腦為主 漸漸底我們開始不太重視歌詞內容所要描述的故事 而今天要介紹的日本樂團是在日本被稱為負面系風雨詩人阿瑪沙羅氏 被譽為現代的吟遊詩人阿瑪沙羅氏 其強烈的歌詞世界觀在耳朵敏銳的樂迷間引起話題 他們是一個出道於日本青森縣的搖滾樂隊 樂隊主要由秋田宏擔任主唱和吉他手 以及風川真奈美擔任鍵盤手 而阿瑪沙羅氏的團名由來是來自日文的阿瑪沙羅氏的羅馬字 意思是飽受風霜 倘若將日常生活之苦痛與悲傷比作降雨 那我們都是被雨淋濕的人 但即便如此也要昂首向前把那即使如此這一點歌唱出來 而這一個信念也成為了阿瑪沙羅氏的團名由來 在2007年1月他們在Star Issue成立 因想要把希望之光一般的歌曲像雜誌、新聞一樣定期地發表出來而得名 並在5月他們在親身的業餘樂隊演奏會中獲得獎項 此後樂隊名改為阿瑪沙羅氏 以評價名寫會是阿瑪沙羅氏 而到了2008年經紀公司Rainbow Entertainment的ANR與阿瑪沙羅氏簽約 而因為秋連紅本人不擅長人際關係 且希望聽眾能更多地關注歌曲的歌詞與世界觀 所以採取了不公開露臉 他們用CD封面設計表達世界觀 並在CD中封入詩集 以網路為推廣活動中心等等的形式出道 2009年以迷你專輯Pikari Psycho 作為獨立音樂面試 而樂隊擔任藝術導演則根據樂隊名給人的印象 採用了基於晴天娃娃的角色阿瑪沙羅氏君作為視覺吉祥物 2010年他們不再寫作阿瑪沙羅氏而改為阿瑪沙羅氏 4月的時候他們轉移到日本Sony音樂旗下發表音樂 並在6月他們推出迷你專輯 《爆弾の作り方法》並正式出道 其中《夏を待っていました》最被廣為人知 時間來到2013年秋連紅寫了一首單曲 《僕が死の音思ったのは》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給中島美嘉 這讓中島美嘉在第一次看到這首歌時 他非常驚訝 並在演唱會奮力地將歌曲呈現給觀眾 《我都知道》《我都理解》 《我都知道》《我都理解》《但是啊》 满腦子只想著自我了斷 想必是因為對於活著這件事過於執著吧 死是一瞬間的勇氣 但是活著卻是一輩子的勇氣 在這邊,我非常推薦每個人都該聽聽這首音樂 並將這首音樂分享給更多人 時間來到2014年 天晒出了討論度超高的 《女人掘了》 人生怎麼有間違的 罠掘著 自暴自棋的國力 MV 特地選在日本著名的自殺森林 七目元素海拍攝 並設置了30台印表機 並在推特上搜尋了 新一代的字詞 結果發現有20萬篇文章含有這個詞 然后印表机将所有文章全都列印下来 而影片在最后从原先的暗沉转为光明 意味着雨过总会天晴 而MV最后则是用纸排列出 You are not alone的字词 这首MV想要表达的是 不管是谁都会有自暴自弃的时候 Amazalashi想用MV告诉大家 不要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你并不孤单 时间来到2015年是我认识Amazalashi的那一年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这一年 Amazalashi为动画东京餐种制作音乐 季節は次々死んでいく 接连逝去的季节 由于东京餐种是我入坑的第一个动漫 对没有错 在当时我抱着很单纯的心情欣赏 但我看完餐种的心得是 哇 这真的是动漫吗 也太好看了吧 而当时最让我难忘的 除了剧情之外 就是第二季的ED 尤其在副歌秋田那爆发的嗓音 让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亲爱的我该死的过去 这是一首告别的诗 而Amazalashi之后也开始与许多动漫合作音乐 像是我的英雄学院的Sorani Utaiba 丘田表示自己对这些合作抱持着感谢 因为这让Amazalashi的名声传到更远的地方 因为这些作品的曝光 使得Amazalashi有机会到台湾或是其他国家开演唱会 而Amazalashi在演唱会时 他都是保持着其独有的神秘风格 戴着大大的帽子遮脸 透过灯光的调整 让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 由于主唱秋田红 不擅长面对大众 所以从不露面 而在2018年 Amazalashi与动漫灵魂歌姬Aime 来台湾举办联合演唱会 门票在短短三分钟内就售庆 这两位可以说是我心中前三的日本音乐人 当时我想要买他们的门票 但是瞬间被秒杀 看来不是只有我很喜欢 虽然很可惜 但我还是会继续追随他们 Amazalashi将歌词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证明了音乐也可以是文学 而采访中 秋田表示 最刚开始的Amazalashi就等于秋田红 但现在不同 团队越来越大 慢慢能做到他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Amazalashi已经像是一个家的存在 而谈到Amazalashi未来的目标 秋田红也很简单的表示 创作名曲在大家的面前演出 到死都会一直持续做下去 如此Amazalashi风格式的发言可以看出秋田对音乐的热情 Amazalashi的歌曲中探讨了许多社会议题及世界的黑暗面 那擅长对现实进行直白厚重的描述 尽管歌词黑暗 但在那无尽的诗词深渊中 用总是能从音乐及文字的串联感受到一丝希望的光芒 我认为Amazalashi的每一首音乐 都像是某个人正在经历的人生低潮 不管这是不是主唱秋田他个人的故事 每首音乐都能让我们融入其奇境当中 让人有种作为当下当事人的领悟感 即使歌词充满着社会的黑暗面 人心的脆弱 人生的体悟 又或是自身的贬低 虽然绝望 但总有一丝希望 而希望永不结束 它会一直在那里 是Amazalashi透过音乐给大家 同时也是给自己的内心喊话 至今Amazalashi的音乐已经拯救了许多歌迷 而邱天宏对于这些曾经被他的作品所拯救过的歌迷表示 自己并没有想过要用歌曲去拯救谁 只是单纯唱着Amazalashi的歌而已 但就结果来说 真的能拯救了谁 对他来说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好了 那么Amazalashi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希望这部影片有让你更认识这位负面风雨系诗人 Amazalashi 你最喜欢Amazalashi的哪首音乐 你从什么时候认识Amazalashi的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哦 如果你喜欢Amazalashi 欢迎你上Itunes或是其他音乐平台去支持他的音乐 又或是上博客来去购买他的专辑 连结我会放在底下 好了 那么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蓝波 我们下部影片见